那Bride Kenny 在現在是全場Trip Leader的狀況之下 放寬了自己家族的範圍 我的拋發 那拋發這邊 一個15個大盲 很好 直接OA 那Bride Kenny試著放寬自己的範圍 那所遭遇到的問題也會稍微增加一點 不過因為他是全場最多的籌碼 所以在冒這些風險的過程中 他絕大部分時間還是可以獲得比較多的收益 那這把剛好撞到人家右排應該也是只能蓋掉 A40扣不動15個BB 有點太多了 太多了 好 看一下我們的拋發 目前有20個大盲 198萬的積分牌 好 我們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一個消沉之後 發現Jayton終於拿到了一手非常強的牌 應該是個BB的家族 期待後面有一些比較 比較弱的牌來3BO贏他 我們的 我們的Sand Greenwood 這邊有一個A5不同花 有一個機會 要面對一個Hijack的家族 他是有機會去做一個 做一個激烈的反抗呢 但Sand Greenwood 他很有可能也選擇跟住 因為他的翻牌 後的一些優勢還是比較大的 在這張桌子上 那A5其實面對Jayton的 Cut off的一個家族 是稍微 Hijack的家族是稍微有點邊緣 哇 被擊中了 OK 頂對頂踢腳後門 那這花聽牌 那A5的話 A5就稍微 A5不同花大概是一個 25%左右的%的牌 比較適合all in button 對於Cut off還覺得都稍微弱了一些些 十二萬五千的下族 Sand Greenwood 也許有可能會抵抗一發 因為他有一個後門順的機會 他選擇直接蓋牌 Sand Greenwood真的是厲害 這個AI在這麼樣的一個面 沒有選擇去反抗 好 來來看一下 好 我們等他拿到一首55 又是一首非常不錯的牌 Pocket 5 選擇加住2.2個大毛 哇 Greenwood 66 這要出發了 對看 11個BB 這個66 面對一個Hijack加住 這裡一定是個O0 按照Greenwood系統 面對UTG都要O0 這是一個Hijack 我說連UTG都要O0 這個Hijack當然也就是不用想 那我們的Dannington 這邊也是一個Easy Call Dannington這邊應該是一個 很容易就可以選擇跟住的一個手牌 1.17 那選個Call來應該 十二個大 只要跟住90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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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55也是非常的強啦 對方也會有很多2overcard會推出來 對方也會有很多2overcard會推出來 所以這邊55應該是蠻好跟的 所以這邊55應該蠻好跟的 真的是這兩天 他所有的 就但凡 但凡是直播桌上 所有的守隊 全部擊中了 SET 是嗎 至少 對 結果數了之後 他今天和昨天 但凡在直播桌上 所有的陸池的守隊 全部擊中了SET 哇靠 那麼太強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這是一個百分之100的三條命中率 哈哈哈哈 如果就是我有這個buff 好像太強了 這個buff 這打牌的人 每個人都希望有這樣的一個buff 好我們這邊遇到我們的 Brian Kenny兩個巨馬 有一個非常強的一個A圈童花 面對一個UTG的家主 他依然還是強到可以做3B 但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因素 目前場上只有他們兩個是大籌碼 他們可以去打一些默契牌 對 他可以選擇用一些跟注的方法 來進行這一個 也可以加注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這邊跟注還有一個好處 打得比較默契 就假設有一些人O-In的話 那如果Danny Tom沒有一些其他的動作 那Brian Kenny可以再去跟這些短碼 再O-In 那現在是一對一的 Hands up 兩個桌上籌碼最多的玩家 哇 哇 張紅桃厲害了 那我們Danny Tom是沒有任何的擊中 但他很有可能會選擇做一個持續性的下注 試著看能不能收下底次 選擇過牌 選擇過牌 那我們Brian Kenny 也很有可能拿一張免費牌做個check 因為畢竟他AQ去埋伏 其實已經領先對手太多的範圍了 出現一張8 黑頭8 其實還是領先對手了 因為面對對手一個槍口我也加注 對手在翻盤沒有打 那麼少一些超隊的組合 那麼這裡他的A圈幾乎是 幾乎是只輸AK了 但是 AK的組合也比較少 他贏了好多好多 他現在A圈是妥妥的覺得自己應該很大的 甚至可以這裡考慮做一個架子下注 我覺得還是繼續check 他選擇要下注了 可以做一個架子下注 83萬底層裡面選擇做一個275,000關 還是一個架子下注 Danny Tom也是一個很激緊 我沒有中我不偷你 也不跟你糾纏 好我們的Jayton Peter Jayton 我們的Peter Jayton又拿到了一手 非常大的A圈 大概有18個大門左右 Olin也是可以 但是現在軍馬都不多 Olin會是一個選擇 Olin會是一個選擇 open call 因為這個牌有點太大 通常這種18個大門 20個大門左右 如果會選擇直接整組Olin的話 會比較傾向是那種 223455的這種小對子 因為翻牌後難打 那A圈這種翻牌後都很好打 因為你有overcut 你可以去flow 你可以去check call 就是其實這種牌會比較好 適合翻牌後 所以他這種牌選擇open 然後call in是會比較好 Kennie很有可能會選擇Olin 對手不到20個大門 喔 蓋的真厲害啊 真的是 這個都蓋掉了 真的是厲害 這個Kennie這把真的是厲害 哇面對一個Hijrack的加助 A10蓋掉了 對啊這個A 而且沒有什麼想 就直接蓋掉了 哇真的厲害啊 非常鄰近我們的Brenkini 非常容易的被我們的Brenkini 非常容易的被我們的Brenkini 進行一個博學 差不多要過來 跟你們打斷牌了 Jayton現在籌碼也回到 大概30個大門左右 順時建立康 我們的Danny Towns只剩下300萬的籌碼 慢慢的 哦他在這麼高的頻率下 拿到一手頂端範圍 這時候選擇 選擇慢打 選擇平跟 看一下有沒有 啊沒有拍 還好 他如果選擇加助的話 也是直接就收持了 最後拍看一下我們的破發 能不能進去有個擊中 擊中就完蛋了 擊中就有點慘了 哇哇哇哇哇哇 太大了 他還是擊中了一個4 有點難受啊這樣子 哇秒call啦 哈哈哈哈 這破發 送 沒有辦法了沒有辦法了 因為擊中了真的 這個大王進去我看到擊中 他至少也要打一槍 至少也要扛一槍 我覺得他與其選擇去做一個check call對手 我會自己打一個 但不會打直接all in啊 燒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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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把牌 稍微衝動了一下 那我們的Candy 埋伏得非常好啊 在Button平跟了一個Pocket Queens 那他其實 面對這個面上還指出一個圈的擊中 沒有想到隊友就是圈圈的擊中 太大了 頂天大 其實任何的隊子都應該會是跟他的PoFa的all in 但PoFa這裡也沒有辦法了 他既然這個籌碼後手太短了 他底是四十幾萬 他至少要打一個十五萬 一槍其實要十五萬 對手跟住了之後 他可能還是要去做一個二十五萬的下注 那這部牌至少要損失四十萬 那這樣子的話呢 剩下五十萬 五十萬的話也就是五個BB 五個BB不到 四個BB 四個BB去打一個小毛 洗澡之後三點五個BB 還有一圈牌 那就是說他要以三點五個BB去打最後的六手牌 如果是沒有選擇在翻牌all in的一個情況的話 可能大致是一個這樣的走向 好 那我們場上剩下最後五名玩家 我們這邊Danny Pong有一個二十五個大毛左右 選擇加住他的AQ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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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都是紅杏 那這邊應該只有我們的Jet Tan可以做一個抵抗 三百三十萬 看來是很難同時擊中紅杏 太多紅杏了 對啊 翻牌應該三張黑 有幾個大毛 有幾個大毛 然後我們的Danny Pong有一個AQ 那AQ這邊選擇持續下注也是還可以 因為他有一個後門花,有一個後門瞬,有一個 玩overcut,有一個阻擋的QK,AK的牌 所以這邊可以做一個持續的下注 在62萬的底池下注了23萬5千 其中的對子,並且有後門花 我們的Peter Jenner還是會選擇做一個跟著 我們Jetan選擇了一個跟著 他轉牌,來一張2,對整個結構沒有太大的影響 這張牌有可能會熄火,選擇Check嗎? 當然如果轉牌掉了一個10JQA紅心 Danny 10都是一個可以繼續下注的範圍 這張草花2是一個熄火的牌,他可以停槍的 對阿,因為上面還是有一些 對阿,可以停槍,畢竟上面假設有一些 買順的一些機會的牌 其實在這邊AQ也是領先的 那他連打兩槍,試著把這些 直接收下底池 把對手的一些落牌給打掉 畢竟他這兩個2-over card的一些block 還是有些作用 擋掉對手一些比較大的牌 我們可以現在在Ctrl的整張桌子 打到960萬 好,我們的一半的籌碼 San Greenwood這邊只有11個大忙 應該比較傾向於直接選擇All in 10個大忙多一半個 10.7個大忙 只能All in了 還是要選擇去做一個跟注 因為太大的這部牌 這部牌太大了 他想去多圈一點價值 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樣子也可以 也可以用跟的進去慢慢打 San Greenwood真的太強 擔心到這裡會不會選擇做一個擠壓 比較難 他可以喔 K5 off 可以選擇All in做一個擠壓 看看會不會中 我們San Greenwood的埋伏 沒有中 San's 1.3, right? You started 1.29 他這裡K9也不好說了 都好穩啊 都忍住了 都忍住了 他們都在想Greenwood這裡 這時候來個跟注 這時候來個跟注 Greenwood現在有點難受 被撞了K 被撞了K 哎呀 哎呀 Greenwood的氣球有點難受 番茄沒有打光這個牌就難受了 那我們的Greenwood這邊有一些 攤牌架子 那還有一些主擋牌 他也許會下注一個大碼 12萬之類的 看市場能不能偷下這個底線 但沒有想到兩家玩家都有一個頂隊 那這一場這一把Danny Town有可能會 損失蠻多的 看一下最後牌 他是選擇做一個加注還是做一個跟注 他做跟注的話 那我們的 Migita 可以選擇考慮做一個加注 有可能會選擇Owin 因為就只有四個大碼 太少了 因為 那底石原本三個大碼死前 四個大碼死前再加兩 裡面有六個大碼 那這邊六個大碼 後面四個大碼 應該是個蠻適合Owin的一個賽事 Owin之後我們的Danny Town Danny Town會不會摳呢 話說 Danny Town可能要摳吧 頂隊很大 頂隊很大 而且也並不是很多籌碼 選擇一個Chickery 大家都還是打得非常的細膩 那我們的 San Greenwood 應該我也會覺得自己這個 Ace Queen真的非常的可惜 沒辦法看到五張牌 也只能蓋掉 他考慮他的出牌 那在這打了被跟之後 又被Check Race 其實他也蠻難受的 有一個2 Over Cup 1 Over Cup 帶一個後門買花的機會 買順的機會 繼續選擇用一個延遲牌 算賠率了在 到底是加注到26萬還是36萬呢 我聽到好像36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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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救到Danny Town 欸 這個好像 這個Move讓Danny Town好像可以閃掉 這不好講了 Danny Town估計摳不動了 面對一個家主 面對一個All in 那這一把聲音規物 似乎有點可惜啊 如果在PayPal All in的時候 好像 他其實在想啊 就排他進去就已經是 很黏齒了 同時 面對一個這樣子 他跟住還是要 他跟住了對手的一個下注之後 還是需要做一個 他現在有一個One Over Cup 一個後門花 還有什麼呢 他 他勝率不夠啊 喔 蓋掉了 Danny Town躲掉 然後現在覺得他的Ace 好啊 這個其實 如果自己能把他的K打蓋就厲害了 畢竟面對一個 Bat再加注 再加注 就真的 非常非常強啊 哇 我們在Saint Greenwood 他做了一個 不小心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 他做了一個 這把算救到Danny Town 其實他這裡是 覺得我們的 Faish2013在這裡做了一個加注 蠻順的炸虎 對 蠻順的炸虎 蠻順的炸虎 然後他想了想還是 想要去反炸虎對手 他覺得Ace還領先嗎 對 我們的Saint Greenwood 就因為這樣子一個 判斷 失誤 倒在我們的第五名嗎 看一下盒牌 哦 沒有了 張武 哇 我們Danny Town進去之後 哇靠 這運氣也太厲害了 我們Danny Town進去的話 又把我們的 Faish2013也給 被幹掉了 越滅掉了 對 好嚇人啊 這個排路 那簡直就是今天 我感覺就 真的這兩天 這場比賽 我們Danny Town 就是排神站在他身後 就看他的打牌 好 我們現在場上 剩下最後的四名玩家 可以一次 不然Kane現在 這個應該可以蓋掉 讓他們狗咬狗就好了 還是選擇要 畢竟還是K-High 夠兇 他有一個抽馬優勢 做一個家主 那我有時候 我有可能在這邊 我有可能就蓋掉了 讓他們自向殘殺 哦 大毛衛的90同色 哎呦 這是一個要抵抗的 看翻牌了呢 終於可以看到一手翻牌 這個牌如果是直接 負掉在翻前 就太不划算了 不會啦 而且他後手頭也夠 不會去 進入看翻牌之後 就不太容易去 遭受到一個 特別大的一個剝削 25個網柱 這邊還OK啦 來看一下這個牌 選擇跟住 好 擊中了一個頂隊 還不錯 那我們的Kenny應該持續給我們的Fish203壓力 應該會打一個30萬 30萬 30萬做得住嗎 有點乾燥 25萬到30萬 32萬5 30萬差不多 20 30 哇打這麼重啊 拿了40多段好像 3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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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我們的Fish203應該是一個輕鬆的跟住 現在最後一個跟住 轉牌發張 7 回到牌只要不發6都 都還算 對 比較友好 發6就真的是見了鬼了 那不然Kenny 知道對手現在是有很大的壓力 他很有可能在這邊下一個3分之1 讓對手留一個300萬 然後再在 合牌再給他整組的O-Win Kenny是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打個55萬 然後River再O-Win 或是這邊打一個什麼 對手的3分之1 4分之1 打一個 他360的話 打900多萬 900多萬 94萬 你會發現其實你看 我們剛剛有聊到 就是 他們要Buff對手的時候 常常在這邊打一個對手的4分之1 在轉牌的時候 3分之1到4分之1之間 4分之1 對 然後讓對手就覺得 這邊就是要判斷 就是如果你只有一個1 pair 他現在是因為有頂隊 如果你是只有一個1 pair 其實在這種 在一般的狀況下已經很難了 然後在這個狀況下是Bubble Time 不是Bubble Time 不是Bubble Time 這種是4人桌 感覺就更難 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的 Facial 013這首牌是跟著特別快 這也是一個 還可能是故意露出的馬腳 也希望對手感應到 我這裡牌很大你就不要偷了 就我跟著特別快 也是暴露一個強勢的姿態 River掉一張4 有了開拍價值 那 他現在知道我們的Facial 013 連根兩發 其實很明顯可能是有一張10 那這邊 會不會有一個偷機的bluff呢 很難偷了 可是他有K4也代表他有K6 所以 Kenny Kenny 每次我們 每次都覺得他偷不下去的時候 他往往都會給我們生來一筆 果然 果然就是 當我們覺得偷不下去的時候 果然就是 Kenny就是 要再偷一把 硬偷 但是 這波也就是撞到了 不會蓋掉 特別是面對一個 沒有損失 沒有損失太多的一個 他哪怕 call到這個140萬 call到這個150萬 他剩5個大忙 剩6個大忙 所以這邊這很難 很難很難決定 但這個牌如果 這個 不call又有點 太難受了 可是就很難跟了 就是一張沉順 對 我們的pish 2013應該還是會在這裡選擇做一個跟注 我是覺得 基於對 對他前兩條街的一個 一個思路 考驗壓力的情況 到了 而且他現在要考慮另外 另外兩名玩家 如果他這裡被剝削的話 就剝削太慘了 他是200多萬 就 哇哇哇 這選擇蓋牌 哇 蓋掉了 Peter Jettin Pocky Aces 裝衛啊 來看一下小忙大忙有沒有牌 好沒有牌可以抵抗 那這時候我們 Bendia Kuski 他只有220萬嗎 好我們的pish2013 應該是可以選擇一個抵抗 所以跟注 喔這邊翻牌 我們pish2013 擊中了一個 第二大的對子 那又要多損失一些籌碼 而且還有一個後門花 那 Peter Jettin 這邊我覺得應該會下一個 28萬到30萬 正常來說 正常會下這個size 因為這個其實蠻乾的 38J沒有花的機會 打一個25萬其實就夠了 可是他以往喜歡打比較大 好OK 這次打一個22萬 面對一個22萬的下注 那他這裡是一個比較輕鬆的過牌跟著 那他這裡是一個比較輕鬆的過牌跟著 這個pish2013 這個pish2013 幾乎如果這把 應該是打光了 那這個 這個肯定打光了 沒法逃了 這逃不掉了 240萬對上180萬 那他還會留下 60萬的籌碼 這是一手無法避免的打光 真的是 這是一手無法避免的一個cooler 拿到AA遭遇到86 那直接 ALL IN 直接ALL IN 那這邊也只能跟住了 就沒辦法了 6H 那他還是還是有一個公隊三溝的跌牌出牌和一個兩張A的一個奧子 18%的盈率 489萬的籌碼在中間 目前我們的pish2013以82的概率 82%的概率去保持領先 看一下核牌 我這張核牌 這張核牌 沒有出現攻隊 好好 我們的 頂住了 我們的現在絕天只剩下 62萬5千 4個大碼 62萬5千 真的是只剩下4個大碼 1萬5千 1萬7千 1萬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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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們的Brain Kenny和我們他 Danny Town也是 樂想七成兩個人 有收有效 嗯哼 希望多減一個 對 那這邊 Jayton現在心境也非常差了 Jayton這邊可能要OIN 因為4個大碼 那任意兩張牌了 4個大碼要開60%以上 不止了 因為馬上他就吃大碼了 吃了一個大碼前出制的話 他只剩兩個大碼就沒得玩了 所以最後牌是 直線了 95但是太差了 還是選擇蓋掉 那他這邊應該會蓋掉 歪牙 歪牙 95只剩下的牌 因為下一把牌 那個Peter Jayton基本上是一個 要Brain OIN 這裡 這裡這我牌又很尷尬啦 30個大碼又很多 可是還是強到可以直接OIN 可是 就是因為下一把就是我們的 大碼了 他選擇平根 平根吃OIN 吃OIN應該是吃不了 OIN是絕對吃不了 只是 他可能可以平根 然後 被加住 然後再進去 我覺得 可是Kenny有可能會OIN 30個大碼 我說這裡是吃個OIN 吃OIN 他跟進去 他跟進去之後 不是吃了我們Brain Kenny的一個OIN嗎 大概率是一個OIN 因為 他這裡幾乎 我以為 為你說吃OIN是要Call這個OIN 不會不會 他不Call的 加了一個 加住就有點尷尬了 加一個蠻大的 其實這裡 Brain Kenny應該知道 如果他直接OIN 這首KK都蓋給他了 也不至於啦 應該 為了錢應該還是要上 因為這不是衛星賽 為了KK頂度 是蓋不掉的 QQKKAA 是蓋不掉的 可是這一把有可能直接蓋掉 因為 差一名差很多錢 這把直接放棄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對 因為已經到了一個這麼關鍵時候 下一把幾乎我們的JASON就 PETER JASON就已經差不多要走遠了 對啊 啊 喔喔喔喔喔 兇 兇 那Kenny有可能會跟喔 有可能 他這裡 他這裡 哇 如果是我 我想說我就算了 扔了吧 下一把 看那個JASON 但其實現在的情況就是 誰先放進去誰贏了 因為他也知道 他OIN進去一定是超大的牌 面對JASON這樣子一個 摳了 摳了摳了 摳了 就是幹 那高手真的寸步不讓 真的 我們的VSH2013 非常的非常的難受啊 在這裡居然被跟住了 因為沒辦法 就是你要挑戰Chip Leader 他有 當他有籌碼的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好 那我們的 如果這手牌 我們的Brain Kenny贏了的話 哇 那另外兩個人超爽的 那我們的PETER JASON就是 爽翻了 爽翻了 這手牌他們目前的對抗 就已經洩露了大概 五四開 那洩露了百分之二十 就是 下一個Money Jump是多少 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那這手牌又對抗 免費送了別人一百萬 這一百萬港幣就送掉了 結果 哇 我們五九耶 我們那個PETER JASON 對 PETER JASON 有九五支支援的牌 哇 沒有想到我們的PETER 在這個情況下 在這個情況下 會遇到這樣子一個局面 好 因為AJ真的太大了 AJ真的太大了 還有一個四 太大了 這個沒有辦法 但是 兩個人牌都太大了 沒辦法 但這個牌 他們兩個 洩露在那個 獨立衝法模型稅金實在太多了 好 好 夏阿彤 你可以跟觀眾 解釋一下 這個洩露的水準是什麼意思 有些人 可能不知道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那這邊雖然我們 Niton 有一個S 可是我覺得還是一個蓋牌 因為畢竟我們這邊 我們的 PETER JASON 已經只剩下三個 三個大盲 選擇Olin了 這邊應該蓋牌比較好吧 哈哈 那這被摳掉了 這個居然忍不住 這個要忍住啊 這個PETER JASON 就剩下一個忙住了 這個應該是要蓋牌的 PETER JASON又躺欸 兩次到只剩一點點的時候又躺了 但其實你已經沒有意義了 這個Olin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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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又躺了 不過很有可能是可以Chop的 躺得非常開心 那正常來說這A2Olin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就是因為 PETER JASON勝得太少了 他應該是 可以再忍一下 有很大概率會分尺 有三分之二的概率分尺 哇 你還有三分之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會很特別 那如果擊中一套A的話 看一下 還是蠻容易分尺 只要開出一些比較大的牌 兩張過了 兩張過了 哇 一張大一點 6 7 發疊牌就過了 發3就PASS 發9就過了 目前是Chop 目前是Chop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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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張5就尷尬了 現在已經是評分了 謝謝 9 好 分錢 太容易評分了 這把冒風險真的太大了 因為馬上Jetan就不行了 對啊 Jetan就剩三個大忙 應該再忍一波 差一點就GG了 400萬港幣 但如果Brancani 在這裡如果是想要去做一個 真的確保他的冠軍的話 對 就乾脆蓋給他 蓋給他了 蓋給他就讓他活著 不過他跟A5還是要推了 太大了 我的意思是說 他會蓋給Jetan 因為Jetan是 只剩下微乎其微的一個忙組 他會蓋給Jetan再剝削 因為Danny Tom 三到五個大忙 理論上就沒有一個書面了 其實可是 他可以蓋掉一些比較弱的牌 可是像這種AX應該還是會有贏 哇 Jetan 又是 這兩個人 真的是一個 一個比一個能夠啊 但是他看到 他看到我們的Jetan是 什麼牌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比賽真的打到後面太有意思了 可是剛剛如果剛剛E對E的狀況 其實如果DannyTan蓋掉 我記得Jetan好像會Q9 那一把如果DannyTan All-In Jetan也是會扣的喔 哦會扣的喔 對然後就 然後 剛剛那一把其實如果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DannyTan蓋牌 其實他就第二名了 對 全9要扣了 全9要扣了 全9會扣了 第二名了 看一下有沒有A 黑桃 好 暫時只剩下三張A 還是頂住了目前 關稅到450萬的一個moneyjump 現在他應該希望開一張 超貴的一個跑馬 黑桃9J 黑桃9以上的牌 超貴的一個跑馬現在 超貴的跑馬 超貴的跑馬 哦 一張黑桃圈喔 又又又又圈這張 非常的幫到我們的Briant Kenny 我們的PieterJetan現在是A 兩個非常 黑桃跟A跟圈 兩個非常能忍的一個 兩個選手啊 終於可能要發生一點改變了 看一下我們的合牌 看一下我們的合牌 哦一張10沒有頂 沒有 沒有 我們的PieterJetan又翻牌了 又頂住了 你看其實你看 你看 那一個 剛剛那一個 Danny Tang那一個決定 影響了他多少 他那個蓋牌可以就賺了400多萬 蓋牌就450萬 一個蓋牌就賺450萬 對 這真的太扯了 不好意思喔 K7 那他是不是又要來了 K7 可能要選擇ALL IN 他選擇ALL IN 他選擇ALL IN 他就是想要看一看 欸 這如果他們兩個能打起來 喔喔喔喔 摳了 摳了應該是 可是 我們從來沒輸過的 Danny Tang的PRIFAR跑馬 會不會在這一把 繼續保持他的成績 這把又是一個被壓腳 一個三七開 3號台的話 跟著 接觸休息之後呢 就會去到 直播台的左手面 1號台 這個牌逃不掉了 這個牌硬要上了 不然的話 因為短馬是不能被短馬去剝削的 他們倆合體也挺好的 乾脆就讓命運來 肥水不落外人田 對 而且他們這樣子 合體之後 留下的那個人 還是有爭冠的可能性 雖然是微虎其微 但是還是有可能性的 選擇跟住 選擇 選擇 選擇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岩石 那這個K石 那一趟現在 也是一臉輕鬆了 實在是夠不動了 說實在這個K石 按ChipEV當然是 應該是個Easy Call 只不過現在就是 他籌碼好像也比Danny Town 少一點點對不對 對 少一點點 那這個Call 是450萬的Call 但這個一定是正EV的 如果他選擇 蓋牌 那依然還是 就是他和Danny Town 兩個人就是 互相自殺 可是我覺得蓋牌也還OK 因為畢竟如果他蓋掉的話 下一把他是 小盲 然後等一天是大盲 他可以再推回來 他局勢沒有變化 可是他現在就是 如果要跟就是要拚了嘛 對 當然他現在 他有可能會蓋掉 我覺得 有一個未來遊戲的期望 就是說他如果蓋掉 他選擇 摳了 摳了 漂亮的摳 摳了 因為他如果選擇蓋掉 那麼就是拖著Danny Town一起自殺 對 兩個人就 誰也比較好 誰也比較好 但是如果他選擇摳 他們合體那一刹那 那個人 流刹那個人 有一定的小的概率去挑戰 我們的 Brenkini大魔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從來沒輸過跑馬的Danny Town 能不能維持他的紀錄呢 真的 一場比賽一個跑馬都不敗 太強了 而且是 好多次遠遠落後 二八開 不管對手什麼東西 不管領先落後都會贏 對 我們看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有7呢 喔 有Chop的感覺喔 這個機會不錯 而且他後門紅心的K 然後現在看能不能來一個7 他剛剛跑馬也沒輸 他剛剛是A3 A2推A5 也分錢 從來沒輸過 這場比賽他就沒有輸過 那我覺得應該會掉一個Jack了 這個 這個機會頗高 發高牌也是會覺得Chop的 一張低牌 那危險了 現在還是有一半的機會 那我們Danny Town 有沒有機會 他有一半的機會 他有沒有機會分錢呢 48%的可能性分持 7%的可能性 一張7贏 他還是非常 激動的跟Dealer 比快藍7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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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分錢 又分錢了 又一次分錢 又一次分錢 Danny Town 真是不敗的跑馬王者 哇 真的 落後多少都是能 這個 這張比賽太陽了 其實新月有一張狗 其實你看 其實很多牌都是可以分錢 發一張A 發一張Q 發一張狗 這個比賽太陽了 Danny Town 2-6 也只能蓋牌 蓋牌了 然後我們的90 也只能all-in了 我們的 Brime Kenny 5個大忙 K6要call 就要call了 因為他剛剛籌碼變最少了 那自首牌 看一下 哇 這個牌領先不多 55開 幾乎是55開 我們Danny Town 又一次 有一個free roll 450萬的機會 對 現在 這個450萬 Danny Town 就是 不是他在裡面 如果開出9跟10 Danny Town 都會在後面喊yes 死了 Danny Town 現在有個免費 free roll 450萬的機會 來看一下 8 喔 中了一個10 而且還有一個順子的機會 我們的 Peter Jettin 只剩下3張K 我們場上最能狗的 Peter Jettin 和我們的Danny Town 終於可能有一個人要 狗不住了 但是 他真的是拼看誰能撐的 真的是拼到這個程度 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Danny Town 在後面已經有露出一些微笑 他已經非常開心啊 就是 只要合牌不出一張K 他這次 就可以拿到保底一個亞軍 一張圈 我們的 Brian Kenny 清掉了我們的 Peter Jettin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入我們的 Hands up Hands up 的 籌碼大概是 17比1 1700萬 對 100萬的籌碼 太嚇人了 我們的Peter Jettin是 遺憾 但是也恭喜他 獲得 960萬港幣的獎金 960萬港幣 太大了 馬上要O-in了 兩家都是會O-in的 O-9 兩家都很大了 進範圍了 六個大嗎 幹吧 上 先來一次5-5開的跑馬 先來跑一把 前四手牌就要決出我們 今天的一個賽事的一個走向 一個5-5開非常開心 那我們的Danny Town能不能保持他O-in不敗的紀錄呢 根本不怕 Danny Town根本不怕 這個算是 這種 5對5的狀況 對Danny Town來說 算是8-2開了啦 對 這個5-5開的狀況 對他來說真的是8-2開了 他翻前從來沒輸過 怕你啊 來我們看看這把牌 我們Danny Town如果翻倍到300萬就15個大忙啊 就有點 就稍微有一點點機會可以玩 真的是 翻前只要跑馬就沒有輸過 看翻牌 馬上擊中一個Jack 這個Danny Town真的翻牌了 這個跑馬的運氣實在是 太牛逼了 太厲害了 那我們的Brian Kenny 只剩下10%不到的機會 還是只有兩張三 好 我們Danny Town稍微 稍微有一點機會 好順利的翻倍 我們的Danny Town有了300萬 稍微有一點講話的全力了 一下子就從12比1變成了一個 5比1 5比1 這差很多啊 好這把Brian Kenny 哇 哇 這手牌也對起來了 就沒辦法逃了 這把應該是要O in 但是還是有一半的幾率 分時 然後有27%的幾率 好 是贏了 我們跑馬沒輸過的 Danny Town 能不能再度創造奇蹟呢 他又想要創造奇蹟 他每次都要問 這把能創造嗎 這把再能創造 你待會兒每次落後 要麼就是贏 要麼就創造奇蹟 我真的要 待會兒過去 趁他不注意過去摸他一下 好好抱抱他 這麼神嗎 還問一下他哪裡燒的香啊 啊發出一張 有一張2 那目前 分池的概率比較低 除非發個2疊牌 哦 所以現在只要一張 大於8的牌就分錢了 又有一半的幾率分錢 看一下River盒牌是什麼呢 一張9 哇 真的是9啊 哇 哇 Danny Town 從來沒輸過 真的從來不輸 始終保持著一樣的紀錄 這給對手的那個 打擊太大了 我覺得 grinding hard yeah man 要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要蓋掉 下一把要上 上網 哦 來了 來了來了來了 這手來了 這手來了 他 不過他是翻 翻牌前是領先的 對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是一個45對55的一個 一個 對抗 但是我翻牌是領先的 好 我們55對45 如果這次他再能贏 真的就是跑馬無敵 我這把是稍微領先一點點 他終於領先了一點點 可以 還有可以分一個地方 擔任 10.9 12 全黑 10.9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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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哈哈哈哈哈哈 I'm just telling you what the flop is probably like 哈哈哈哈 Kenny是非常的有意思,非常幽默 他是告訴你會 哇,真的擊中兩張耶 現在 現在變成我們Kenny 稍微領先一點 5545的立場對調了 可是我們Danny10是跑馬王 14張 14張出牌啊 但是轉牌的任何紅心和任何的一些牌 很多很多 哇,Join Dead 這把遊戲結束了 我們的跑馬王終於 半天終於輸了一次跑馬 但依然是拿到了1400萬港幣的獎金 哇,恭喜我們的BrianKenny雙冠王 雙冠王 他拿了6Maze長牌的冠軍 又拿了這場的冠軍 大出來了 這場是2130萬 另外一場是1123萬 總共是3253萬 還要這幾天 一個禮拜不到 賺了3000多萬 3253萬港幣 對 哈哈 BrainKenny消得特別開心 恭喜我們的BrainKenny 拿到了我們 100萬港幣買入 No Limit Holderman Main Event的 冠軍獎盃 同時收獲的也是一個 2130萬港幣的豐厚獎金 可以看到我們的BrainKenny非常開心 好,有我們的冠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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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öl 我們要來拍攝 我們來拍攝 好看 我們要拍攝 我們來拍攝